第七百四十集 以地狱黑龙真行血迹 宛若在召唤冥冥中的禁忌存在 黑龙四分五裂后 金光暴涨从天而降 罗洪在一起 跟刚才气质完全不同了 真的宛若一尊神奇复苏 跨过远古洪荒大地 管穿黑暗岁月 逆着时间长河而来 罗洪嗷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 口鼻姐都在喷波闪电 那是她的呼吸 喷吐气息时 动辄就是雷霆 她周身都沐浴在刺目的光芒中 真的宛若一尊天神横空出世 这就是该族的重要传承 天神下凡 她吞吐周围的能量 呼吸节让虚空都在忽明 这片地带宛若一张窗灵纸在呼啦啦作响 像是要破开了 曾经派位第十一的星球都被我们灭掉了 更何况现在的没落之地 那么多上古天才都死了被我们屠杀可干净 更慌乱是你一个好意一个蛮蚁 罗洪咆哮着身体发光 每一寸肌肤都璀璨 她不仅发丝与瞳孔是金色的 现在周身都如此宛若黄金铸成 天神族圣人俯冲过来 对着楚风直接就踏出一脚 这是一种张扬的疯子 更是一种霸道绝伦的自负 她坚信 此时她已经无敌 酝酿多时 以传说中不可匹敌的地狱黑龙真行血迹 终于牵引出天神下凡这种禁忌秘法 这片战场精神世界不稳固了 像是要天崩地利 那从半空中俯冲来的身影 那猛烈的一脚死无忌惮 她向楚风的头颅 称得上嚣张 还有暴力 楚风大吼了一声滚 杀到这一步 她有什么可惧怕的 之前她一直占据优势 对方哪怕是圣人都被她踢过头颅 这时楚风也张扬的冲启 拳引发光 像是一轮太阳炸开 她柔和流光拳 紫棋东来拳 乱兴直等 荣为一炉 身体潜能尽情释放 这一拳 带着祥和气 还有刺目的神圣光业 简直要打破虚空 得正永恒 两者碰撞 一下子导致精神空间不稳固 能量潮汐澎湃 向着四面八方冲击 只这么初步接触 楚风就发现问题所在 权引奥义被压制 无论是紫棋东来拳 还是流光拳 融合在一起后 原本迸发五亮光 照亮整片精神世界 然而都被对方的天神光 给浇灭了 罗红像是一头出闸的荒兽 爆发惨烈的气息 带着黄金光压制楚风的权益 楚风拳头发疼 整具身体都如浩瀚海中的一叶扁周 向后面倒去 而后急速的电射退走 那里走 罗红冷酷的喝倒 进一步俯冲过去 毛孔在喷金芒 如同剑气般犀利 楚风抬起手 发现拳头上血流如主 骨骼没有受伤 但是血肉却受损严重 这让他吃惊而又诧异 这里是精神对决平台 负伤后居然也在堂血 只能说是精神里遭创了 以血的形态成血 罗红脸上露出冷酷的笑 那一脚踏下去后 他的拳头也绽放赤声的雷霆 向着楚风砸来 光芒抬耀眼 楚风再次迎击 结果全影光芒西密 连带着那条手臂 还有半边身子都黯淡 能量被压制 他横飞出去 若飞他精神坚韧 体质格外强大 远超常人 换作其他同阶进化者来这里 早就被罗红一脚踩爆 一拳轰杀了 天生压制 像是某种神迹呈现 犹如领域的释放 将进化者压制为凡人 楚风倒退的同时再私存 再猜测 他瞳孔收缩 强大如他刚才也 体会到了一种很不舒服的质色感 整个人都被压制 能量要溃散 可以想象 比他弱的人会怎样 多半会彻底沦为凡人 从高高在上的境地 被打落到凡尘 不再是进化者 这真的让他倒吸冷气 无比忌惮 天神族的传承 称得上是大恐怖 罗红面色冷酷 明白差距了吗 知道当年我族为何可以屠杀你们吗 这一道传承名为天神下凡 在我族面前 尔等都是凡人 我们是神 压制到你们颤力 最后要顶礼膜拜 你们都不是进化者了 还拿什么跟我族争锋 贵符过来吧 在说话的同时 罗红一直在出手 如同神魔 宛弱光点 速度太快 主动进攻 混杀楚风 他这样开口 是为了震慑 扰乱楚风的心神 连当年上古时代的地球先民 都被天神族全灭 所有高手死于一亿中 在他看来 这自然是伤疤 是血淋淋的旧伤 他就是想这样 慢慢的打击楚风 瓦解他的斗志 不断碰撞 楚风周身暗淡 无论是拳头 还是手臂 抑或是身躯 都有伤口 伤势不清 嘴角溢血 罗红咆哮 天神下凡 这是神与人间的巨大差距 凭你这被覆灭一族的后裔 也想逆天 死 他的攻势越发凌厉 拳头发光 能量沸腾 每一次轰击过来时 都如同一颗陨星载 轰撞 恐怖绝伦 远处呢 有圣人叹息 如果是其他族的同级进化者 这么片刻间 罗红足以能杀死数十人了 不知道 他是在惊叹罗红的强大 还是在说楚风的不凡 在天神下凡这种禁忌秘法下 还能支撑这么长时间 令人轻叹 天神下凡 天神族秘典的最高巨穴之一 果然无敌 前世他亘古不变 有其道理 元首平台上 所有人都傻眼了 看到罗红这般恐怖 近乎无敌之姿 各族强者 默不忌惮 同时人们意识到 圣人果然不可挑战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历经漫长岁月的打磨与熬裂 早已将年轻时代的道果重新激烈 完满无瑕 成为无敌神 砰的一声 楚风被震得又磕了一口血 他虽然负伤 但是这种表现也很惊人 他在承受神奇压制 自身要倒退为凡人 还能如此支撑 已经惊得许多人张口结舌 他的眼底深处 是雄雄的火光 是无尽的战役 并未有丝毫气馁 因为通过这么片刻间的摸底 他了解到很多东西 天神下凡 的确是禁忌绝学 一族一粒万古的底气所在 压制的各族没脾气 但是有些东西是压制不了的 楚风的倒影呼吸法 依旧在运转 这是支撑他可以大战的 根本条件所在 同时 他泼墨的画卷还在 也不受影响 关键时刻 能够猛烈展开 进行杀敌 不过 他没动画卷 只是浮现于背后 庇护己身 跟对方的画卷对质 这是精神世界 缺少血气纸张 只有精神炎料 画卷不算完整 楚风与罗洪都没有上来 就动用画卷对决 因为都不知道 这种状态下的画卷 到底如何 此外 楚风发现各种拳法无效了 只有共振术还可以动用 而后他渐渐的稳住了 看来 我该挖掘另一种无敌术了 那些拳法平时看起来很强 都无比厉害 但是遇上前世代的禁忌绝学 却逊色了 我需要共振术这样的无敌法 楚风自语 无论是刘光泉还是乱兴之 亦或是他得到的 完整传承紫棋东来泉 都比不上天神下凡 被死死的压制 楚风在这种关头 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动辄就可能面对死亡时 他施展出胶魔拳 准备提取他最本源的奥义 唯有在最大的压力下 才有可能成功 当初 共振术就是从牛魔拳中提炼出来的 一条蛟龙浮现 随着楚风拳头砸出去时 他昂首长鸣 周围星海浮现 群星灿烂 一条蛟龙 贯穿宇宙星空 搅碎一颗又一颗星球 向前杀去 这是异象 也是昔日的究竟 全引到了一定境界 可以做到破灭星空的那一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